經過幾次的考量 那由我們現在目前在 國立體育大學 的院長 鄭世忠鄭教授來接任 新內閣的這個改組的過程裡面 社會各界都也會期盼 體育署的署長的人選 那過去 527天 從110年的9月2號開始 就由我們的教育部林騰巧林次長 帶你到現在 經過幾次的考量 那由我們現在目前在 國立體育大學 的院長 鄭世忠鄭教授來接任 鄭院長很年輕 47歲 但是呢 他除了這個基礎的學養之外 他其實也參加 國內國外 非常多 運動組織的 這樣的共同來做推動 這當中 也擔任過 我們中華奧會的 副秘書長 田徑協會的 副秘書長 還有卓球協會的秘書長 以及 運動教練 學會的 秘書長 他除了在國內的 運動組織的 來參與跟推動以外 也參與國際性的 運動的組織事務 這包含 亞洲 教練科學會的 教練科學會的秘書長 以及 現任是 這個學會的 執行委員 我想 能夠 同時 具備 行政的 歷練 基礎的 非常重要的 專業素養 我想能夠 有這樣的 一個對 推動 體育運動 非常關鍵的 運動組織的 實務的經驗 我想這是一個 作為體育署長 一個非常重要 也難得的經驗